进BP了 咱们来看一下两队在 季军争斗战的第一场比赛 排兵护肾 我是觉得NST的比赛 对于能参加的队伍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团队 如果你想要去 比如说重建 或者说是启用一些新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没错 下路不难非是直接 直接打四毛老贼 比较期待下路的对抗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了 RW是新兵训练营 对 新兵训练营 今天有两位下路的新兵 都要接受这个洗礼 是的 Bnana Face跟Sora 面对的正好是RW比较成熟的双人组 这里的话 他把西门给搬了 这个英雄斯拉老贼下午打了两把 还有打不出太大优势 让他混起来以后后面不好处理 牛头在外面 一场牛头 但RW这边可以拿剑膜的 Fancy在下午的那把剑膜 发挥是非常出色 但是因为自己的一波上头 有点葬送局势 追击追太深了 那狼情这里的话 其实是可以拿个压客 来 RW这里打野要不要钱 哦 维托在外面 我们忽略了这个点 会不会马哥拿这个去打下路啊 我觉得以他们队伍的风格 司马老贼还是可能会玩上路 这个维托应该是打中线 都要得打过死哥呀 打过莫甘娜死哥呀 对啊 看一下苏宁这边 但是刀妹也在外面 其实这个维托托不是特别的怕 他可以用刀妹去抓维托托这条线 是的 但是你抓的话 如果我维托托是打中线 或者说中线互换的话 剑膜和维托托也可以中线互换 对 这个就继续拆边了嘛 拆边 拆硬币了 那第一波没踩着的话 你可能得稍微亏一点 对 苏宁这边第三手 来看一下现在赵信也在外面 这个这两天的NESC 大火大热的英雄 没有 现在九头好像更厉害一点 两种作用吧 只能说 我是觉得赵信还是很强 尤其是Hacker这种节奏带动者 一个重点是在于 九头初期的带动能力 不比赵信差 他只是野区可能 一为一会稍微差一点 推一点 一为一弱一点 然后在中期的时候 赵信如果初期没干到事 中期很难干事 但是九头初期没干到 中期依然有一闪大招 这样的一个看着手段 也是今天确实 克里的两把九头 能发挥特别粗色 对 这英雄上线也是很高的 布隆 拿布隆 像这个布隆一拿完 你第二轮搬不搬颅线 对不对 你不搬我就拿 你搬了 我说不定 维和之就去下了 也是 RW这边第二轮 我觉得继续这对AD 或者 昨天被我吐套完了以后 今天穿上了西装 好 对吧 昨天我们说 哎 看教练多舒服 西装都不用穿了 今天天气微凉 增加一件外套 翻力仓卓 但其实他这一手的话 两边的中路 其实刺客或者说那种 进攻性的一手都玩得不错 对 人家卢先没了 RW这边最后一个班位 看投资给谁 他们自己应该不太会搬卡沙 这个影响 我觉得是的 他可以自己选 对 他自己应该不太会搬卡沙 这个影响 或者说这个 这一手绝对不会搬卡沙 给你去放 对啊 让你浪费一个班位 你可以让给索尼去搬吧 搬中路的 瑞兹 那他不就还是认为 大概率这个刀妹是去打上路 我觉得是这样的 瑞兹和刀妹也是可以中上路 但上天上单瑞兹都有点惨 想到你 但连上单瑞兹都会进去了 正好刚才最后采访的时候 还专门提到的 就是上路选手 在说到索尚的时候 我就想索尚人 但我印象里 崩的最大的一把 就是瑞兹 把卡沙搬掉了 他就肯定是让给你去搬 但是有MF 怎么办 但对面这个阵容 你要拿MF的话 就太容易被打破了 就得难打 MF太难打了 MF这阵容很怕 这三个英雄 难道拿个劲 又和布隆布搭 也一番 先拿九孔 给斯拉罗得藏一首 我觉得有可能 真的没不多下 我也觉得有可能 因为他现在好使得 一滴不是很多了 对 看苏尼这边吧 苏尼这边 伊德瑞尔可以 小炮 小炮可以 我觉得小炮可以 小炮 不要换了嘛 这个大家都看在眼里 大概率小炮了 那最后一个单人线的英雄 他怎么打 希德拉怎么样 我觉得 打个热加特也可以 热加特也好 他就换了家里 大家这样的话 他当位是必须上路的 对啊 因为现在上单家里 然后维克托打AD 打AD位 上路让剑魔去拿到位 还是 请吧 这有英雄错了的 原来是很爱玩 但这英雄确实有点住 锁了 这是半年以来 看到的第一把拘警 对吧 半年以来 看到第一把拘警 而且这把 应该让维克托打中 让剑魔打上吧 因为你中路打的 也是个短手 你可以随便偷闲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在等他换 他可能不换 但是你人是来中路打的 就你说让陈九去上路 玩剑魔 然后让Bessy去中路 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有一种可能是陈九 维克托的一种玩的 不会玩的 不是特别多 对 玩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咱俩先换着玩 然后我们继续换线吧 对吧 有可能是这样的 也有可能 因为确实维克托打盗妹 不是太好打 这样换 我觉得还挺合理的 因为维克托 如果过去打加里奥的话 带个偷闲 这就出现那种 我们每次都会聊的问题 就是 如果对面也这么想 对面先主动跟你换了 你加里奥你换 加里奥去上路了 你加里奥你换 你加里奥换到上路 你这个英雄一点用都没有 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加里奥去上路 现在如果他对到了 剑魔就还好 但如果没对到 我觉得加里奥去上 这个选择永远是错的 加里奥这个英雄 如果你去上路 你留下来换下来吧 而且上路线太长了 线太长了 加里奥最早打上路 是因为他出全肉 那会打上路 就是我被抓没事 因为我全是肉装 而且那会强是强在 可以出三多篮 我可以叠上多篮界 现在确实好像难出一点 那这样 我觉得RW的阵容 要更好一点 是的 要更灵活一点 而且RW在最后这首 这个皮层剧已经选出来 我觉得我们要抱一个 观望的态度 这个英雄其实说实话 新秀墙有可能是从这里来的 因为女警是个人线上技术 如果领先 她肯定是能疯狂 欺负小炮的前面 但是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女警这个英雄 英雄太弱了 她中期太弱了 真的太弱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玩这个英雄 但是 现在也不怎么玩了 中期特别吃队友 讲道理 真的很吃队友 就你打RW的话 这个英雄 你前期有点优势 只要不是大到说 你能很早把防御塔推掉 这都不叫优势 因为中期对面 你拿一两个头 对面不怕你那个门 但是如果女警 能够把推塔的节奏带起来 连续推上一两座塔 导致她的装备成型 能够稍微早一点的话 她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程度 对 但是这局又存在另一个问题 就是 斯巴尔德在下路 如果持续地压制 对面可是牛头加造型 这样的复合 会不会相应地露出一些破绽 对 因为自己这边 也没有塔普来保护 其实这一把 我觉得倒可以拿塔普 因为你如果独立要拿女警 那你拿 因为女警是一个 我觉得没辅助都很强的AD对线 就是你哪怕 边上是个空气 它都对线很强 或者还有一个选择 是很好给女警拿辅助的选择 好 卡尔玛 卡尔玛就比较 回归到香武的版本 进攻性非常强 那这边直接进游戏吧 来 季军赛的第一把 对上了 还是对上了 你难道忘记了 姿态 在那里跳个舞 回去换线的那局比赛了吗 这把 感觉不会换了 这把感觉不会换了 因为剑魔带了点火呀 对 他不好换了 他这带点火上路很伤的 万一你觉得被抓掉 没了 但是剑魔中单打 加里奥也好打 是 也不难打 因为加里奥 打这种AD伤害的英雄 本身就吃灰 他的那个杜朗霍顿的 魔上顿是假的 牛 想过来插这个眼 但是想了一下 不太对 插在了野区的入口 哎 布隆吧 老贼 一级太强了 不不 我觉得老贼 刚才这下赛追 没意义 应该负责把那个眼点 三人一轮齐顺势点的掉 别做这种入侵 有点偏 讲道理 他就是想利用布隆 打这个一级嘛 但是这有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把张静谦赶走 不然这个红buff 拼成就没拼过就很伤 踩到夹子了 老的一级学的夹子 闪 Q闪两个 但是没用意啊 对面是布隆啊 这个 哎 这个苏宁 没必要啊 其实 跳上去了 我感觉要死了 这波 他交闪 要交闪 布隆Q到 好了 再见 为什么要接呢 小炮跳上去的是最奇怪的 没必要接啊 两个一级很强的英雄 女警一级很强 对 然后 布隆一级是最强的 不说了 而且这波你不得不说 老贼的一级生甲子 草里阴了一下 对 难受了呀 哎 更难受了呀 还好还好 没有回满 回满就真 真正的难受了 而且对面小炮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布隆 帮忙打一打也没问题 九筒这边也不想交惩戒了 他没惩戒 哦 他没惩戒 他刚才第一波惩戒回血了 对 那这样hacker很难受啊 hacker这边 先稍微和蟹刀二再说吧 和蟹开局 好歹是现在和蟹能让你升个级 对 你这要原来和蟹开 你连级都升不了 去换一个红 但是自己下半区肯定是没了 看赵姓能换多少吧 这个位置 九筒应该是直奔自己的上半野区的 来了 赵姓换个红就得跑 二级都是二级 赵姓还领先一个闪 九筒不敢跟赵姓造次吧 但是建模会先过来 这个位置只要打起来 看肯定是赵姓优势的呀 建模会先过来啊 这个位置建模肯定会先过来啊 这是为什么建模一定会先过来 因为那个线已经推到 加料塔底下来啊 一位一是肯定赵姓刚 对一位一绝对是赵姓刚 没得说 是吧 原来有个口诀什么一传二信 对吧 对 但是 你这个不能说因为自己强 你就忽略了对方中单 一定会支援回来 而且你闪现交出去就等于 没有回头路了 估计有点生气 这么过来抢我的眼 那现在问题就是 血炸了呀 结果打完这一死 真的有点炸了 而且给了建模一个红buff 中路加里奥难受了 那由于下路和打野都占了优势 那女警的组合有可能 会推塔推得比较快 有可能对线破塔的 对 在小胖12个刀 现在瑟瑟发抖 而且主要是下路没双招 拳都没双招 一集团打得真的太伤 苏宁这个一集团就没想明白 绝对不能接的 这种不容易一团 应该果断放 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赵兴直接往对面上半野区走 对 利用他在反自己红的这段时间 去上半野区能换什么换什么 对吧 比较奇怪 然后这样的话 给到RW一个比较梦幻的开局 九筒在蹲 这个位置 九筒是觉得下路压线这么深 赵兴有可能过来 是的 如果再蹲到一波 这个赵兴彻底炸 对 上路在控线 因为没有升级自己的科技核心的时候 打这个刀妹确实 不是敢把线推得太靠前 要不然刀妹追自己 太确实了 这波换血把自己换得好亏 他那个位置应该是明显进塔的攻击范围的 而且刀妹的Q是这样的 刀妹的Q拉出去的身位比亚索的E还要远 非常容易进塔 对 玩刀妹玩多了就懂了 你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小兵在一个吃不到塔伤害的地方 然后你Q他进去了 就你的小兵没上塔 你Q对面兵进去 你扛塔了 这是最上的 但是现在看来权限都不是很舒服 上路还是压了一些维克托的补刀的 但是维克托毕竟带的是行窃欲照 对 他可以偷啊 就这几个刀 其实通过偷就偷回来了 对 不重要 刀妹是已经TP回家补了药光 这波想找机会 有机会吗 看一下大招中 不交闪就死了 这个位置 Bessy这波没有把闪现交出来 他交闪 少被平A一下就反杀了 少被平A一下或者躲在大招都反杀了 对 怎么就只要闪现交出来怎么都活了起码我觉得 就这个时候 这里应该要交的 因为刀妹大招距离很短 其实你往前闪这个大招就跟不上了 那还好上路的一波单杀狼行站了出来 狼队还是稳定啊 狼队还是稳定啊 狼队这波很长士气主要是 毕竟RW这里上路也是新人嘛 对 现在就是看两边的狼队和马队 谁能够把这个对面的新人几乎都比较惨 看这块蟹就弄在边上 好 没有惩戒 所以就装一下 现在海克尔慢慢的刷起来了 没有初心那么大的烈士 现在是罗后一波也 对一个赵信来讲 你跟折筒前期对着刷起来 就代表人已经很烈士了 对吧 赵信这种 二三四级都是黄金期啊 二三四五级我觉得都是黄金期啊 现在下路持续在一个二十刀以上的古道领先 九筒这位置想去继续打对面第二波刷新的红buff了 因为双方下路组合都没有回过家 而下路的兵线也一直有刷了 看到眼了 看到眼了 先把眼排了 不着急 反正布隆已经是提前落位了 这位置只要打布隆又是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是的 起压站在一个很猥琐的位置 你戳上来我就跳酒筒 给他跳一下 一副站在这里你不敢动的样子 抖动一下 确实你敢戳上去 酒筒就过来了 肚皮过来了 就是你动酒筒布隆过来 你动布隆酒筒过来 两个人形成了一个相互掩护的关系 对 我刚看见斯王老师太强节奏了 对的 哇 上路这不还好立场定住了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啊 这手 哎呀 死了 不用看了 凯旋会后雪不会死 上路被单卡两次了 狼队还是 高队果然是一个康德维格托的选择 稳定啊 狼队 主要他那个闪现没有躲到大招 哎 不会死 这下 这下 维格托炸了呀 没有tp 这波兵都没了 看一下是怎么杀的 线很长 应该是q近战兵先叠被动 然后q 下面的残血远程兵拉到了 哇 这个拉到了很漂亮 然后维格托这位置立场放完 还往左边走 其实就是一个挺说死的行为 讲道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往左边走 就你往右边跑 他放大你脚闪吧 对吧 这应该是唯一可看到的解 就往左边走就意味着 你想跟人家打 嗯 但你技能刚放完 而且被立场定的时候 刀妹那个时候再续打不了 而且是因为刀妹 第一波单杀完 这水鱼鞋太关键了 对 要水鱼鞋 哎 这个牛头二连上来了 啊 但是升六了 三十刀了下路 一边是疯狂单杀 一边是疯狂压刀 我觉得还是单杀给点力 但其实从经济上来讲 呃 女警这边要赚一点 毕竟维格托能偷一些回来 但是小炮可以有发育期 你维格托出去崩的话 中上爷打架 你今天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这波斯巴尔子应该回家了 回家应该先出暴风大剑吧 他只94到一个人头 可能直接蓝切都有了 哦呦 他就他有一个人头 他有一个衣血 对直接是蓝切了 这个选择 蓝切还剁了双鞋 有钱啊 有钱人 富裕啊 买东西都是成双成罪的买 又是中路的献拳在手 RW先过来动火龙 反正RW也懂 这维格托你都这样了自己玩吧 能少死两次死两次 我们就打下半局就完了 对吧 这维格托去帮他也帮不了 万一刀妹状态好 把你们两个都杀了有可能 那现在这样 如果上路持续不断的养刀妹的话 其实有点有点可怕的 越塔来了 这波来越塔了 这波再越完 这波只要不走就越塔 所以维格托也懂 御校走 但是狼队可能要拿一刀 为什么不过来放大清兵呢 对吧 这时候你应该要放大清兵的 荒雅 荒雅这个时候 这波兵放大清掉是可以的 那刀妹巨大优势 一血塔在手 而且掩护队友 这波还想上 回来 下你一下 但是下路也被换到塔 一边是放弃了自己的下路 一边是放弃了自己的上路 也都换到了自己想换的资源吧 无论是 荒雅前锋还是火龙 还是防御塔 但这一波是孙明转的 又拿荒雅前锋 又拿医学塔 而且我们从长远角度讲 女警刚才提到了 你再顺 中气也就那样 但刀妹这个英雄顺起来 那是女警的爸爸 女警的妈妈 对吧 这个英雄只要顺起来 西城女警在他面前 就是个远程兵 基本上 太肥了 他把野蛆一起刷的话 等一会儿 他的等级会非常的可怕 我觉得他刚才过分点 把红豆打了 是的 他刚才只要过分点 他去把红豆打了 是的 哦 这 主要经验也落后太多了吧 小炮现在换到中路 这样 双方的AD再去找那条线靠过来的路支线 然后刀妹应该要出城装之后来找队友做事情了 现在主要是这个刀妹不光是一个刀妹 他还带了一个加里奥 对 就很伤 对于RW来讲 刀妹拿火 蓝切攻速鞋 要围绕女警开始推塔了 但是现在如果你抱团的话 这刀妹一个人可能会把你的后排脚的生活不能推 这女警看着刀妹没办法 没办法 这女警看着刀妹基本只有跑的 而且布隆这里带的是点燃 整个团队是没有虚弱的 对 没有虚弱能够限制刀妹的进场 下路 这个位置先掩护家里要推塔 我发现了 这里苏宁就是要把这个维克托搞死 就欺负他呀 打这个维克托前期劣势啊 但是 RW做的也很不错 过来换塔 但是小炮在手中塔不一定能够推掉 闪现二连 加里奥给大斯巴老贼 闪现闪出来了 这波想的有点太好了 但是刀妹来了 进去被富龙打了一个大招 狼行这波送了呀 这什么意思啊 还好照顺我们带到闪现捡过 又炸死了 维克托过来被牛顶开 建模炸面 建模来了呀 建模来了 牛头要被蹬回来的这个位置 蹬回来了 死了呀 这个牛人头又给了 最肥的人冲进去送了 那你这团还怎么打呀 那中台也没了 哇这一波太强行了 防风闪现 这波想杀 应该是能杀掉在扛塔 但是小炮能跑吗 刷新W跑了 加里奥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个筒子把人头拿到 就是属于两个人上去强行换大哥 不转啊 不转啊 其实不转啊 中台还是要掉的呀 强行换大哥 换给的头是谁 换给的是加里奥 对不对 有啥用 不转啊 感觉苏宁给面火气打上来了 不是这一波 这个闪现二连真的很莫名 你要是说你知道女警没闪 对吧 你这么玩 我觉得是完全成立的 但是女警是有闪现的 而且狼行 这一波很奇怪 狼行这个位置 其实大到 我都认为他不会上了 但你不得不说 这一波九筒打得好 从第一个大招 到后面闪现 给减速加筒子 对 再到这个建模的进场 陈久的这个W放的 也很准 直接是把牛头拉回来 九筒打得好 刚才那一波 我觉得九筒应该 占到了主要功劳 这波打完 大招炸得太好了 这波打完苏宁又很烈了 而且RW还有一条火龙 是的 好 可以推上路塔了 继续围绕女警来推塔 现在女警只有这一种打法 侠五千锋放下路了 应该是 放下路 狼行带侠五千锋推 现在是只能这样 就还是要让狼行带戴线打 毕竟他现在打维克托还是很轻松 是的 但是RW很聪明 我继续给你换资源就是了 下路的话 这个二塔可能要掉 目前来看这个二塔可能要掉 没有人回首 维克托去了 维克托拦不自带 侠五千锋 这位置维克托硬手要死 咱们已经上了 打了个闪线 下路 下路 打了个闪线 要死了 感觉 死了 对啊 他守他要死的呀 这波 他不可能守的呀 这个 他可能想拖下时间 但队友来的太慢了 上路的塔 换掉了下路的塔 哎呦 这一波拉回来 哎呦 劈下来了 漂亮 漂亮 这个第二段的Q是直接把小炮从空中摁下来了 然后跟闪 拿到人头 行云流水 这两边的新人确实这把都被欺负的比较惨 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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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上路的维克托 面对 RPL里面一个比较顶尖的上单狼行 被单杀两次 现在补刀压了60多刀 哎 这波小炮还在 这波小炮有点装呀 你看他大招不放的 我觉得他正常反开线模 第一天大招推走 跳 哎 单杀 这个时候我们说的那一点就来了 对啊 狼行太肥 导致女警现在没有任何的收藏空间 但是 这女警和布隆两个人就推到这个位置了 也有点过分 来了 哎呦 求求你们摇了他吗 遥不了 遥不了 很惨 好吧 很惨 疯狂被针顿 下路这波被拉到了 这个角度 啊 唐草里憋了个笔 一双刃拉到了 大门死吧 了 这波大招都不用放 我觉得带着谢文有点深 对 而且主要是布隆布在身边 布隆布在身边这波都不至于 两边也懂 就抓着这个七寸打 就抓着这个前面已经爆了的人 但是RW这边一个出起还比较顺的女警 死了两次 还是有点伤节奏的 对的 而且现在主要还是维克托实在是发育太差了 所以RW不敢 小炮发育也太差了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小炮发育差 他可以跟团 他可以在中路或者说在友情和辅助下混 但是维克托他发育不了 对 维克托现在完全发育不了 基本上 他现在下路这些一出来他就得回去了 他不敢再往那带了 他只要一带到被见到他就死了 他现在还没闪 重笔一双刃或者重大招吻死 是的 而且加里奥这个时候因为要承担 自己带TP带边线的作用 所以不可能支援到边线的人 所以RW这段时间想的比较明白 你加里奥反正也动不了 我就让维克托这边继续去抗压 我们剩下四个人尽可能压制你们 但是剩下四个人现在正面打的话 要小心后排被切 第一波是在防御塔下 有防御塔进行一个输出 二塔没了 没办法 这维克托就是没办法 打不了 不敢往上走了已经了 所以我说嘛 你得抓对线呀 你被抓对线的打得太难受了 狼行这把现在就是 把顺敏 Gaming扛在肩膀上 真的是把剩下的队友们 前面犯下的错误都扛在肩膀上 那现在来看确实刀妹是一个完美 Counter维克托的选择 你想我们第一天几次的比赛 是的 也是维克托被刀妹单杀两次 而且是一个新人的上路 对单杀是可以打 现在有冰传了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还仅限于在塔前吧 不能往前带 他这只要看了对线有刀背 不行了 出去了 出去了还是会死的 他好穷啊 你虽然看他这个冰传 一级核心 打到现在一级核心 这波回去应该能买了 这波回去估计有个二级的了 对 看一下 到二级了 变打了 这样游戏拖下去 其实对于苏宁来讲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样前面裂的小炮 可以通过这个拖下去的时间 慢慢的补发育 而且刀妹只要这样保持下去 她对女警的压力一直是很大的 想过来反这个蓝buff 这波反正速度还是蛮快的 但是刀妹来了 比刀妹没拉到 牛头在赶 有TP想包 这一波RW想打 剑模没有TP的 但加里奥有TP 正面的5打4 加里奥下来超风闪现 三个人 牛头跟上之后一个二连 女警的位置很差 小炮一个大招 才怪了一个炸弹 女警直接被切死 老板这个大招大了死的牛头 但是已经无伤大雅 这波苏宁Gaming 应该是要打赢了 小炮闪现一点 收掉这个维克多的人头 大龙有没有机会啊 因为刚才也说了 不能让刀妹太肥 即使你下路 女警打出了压制效果 但是刀妹会让你的女警 在团战里面 没有任何的输出 而且这波苏宁Gaming大剧观好呀 加里奥突然一看 跟自己兑现的是剑模 table in 兄弟你好像带的是点燃 对 那我往后一跑 直接TP 这里剑模整个的硬坎 苗表 还有大面 大面开出来 赵新哲位置 血量很低戳飞 赶紧溜 陈九 这波应该是很难走了 他可以过个墙 但是牛头有视野可以跟上 哎牛头没视野 不过刀妹在正面 已经解决到九筒 两个打包了 结果走 刀妹还在边 咱们一刷人拉 拉住 聚九 追着A 赵新戳上来 洗压被减速 刀妹已经去上面了 洗压这个位置 已经是文死板 妈 有远程兵 感觉是文死板了吧 没拉到 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这波大龙了 这波感觉要去逼大龙了 这波九筒死了 对刚才是九筒没死 他们觉得不太稳 而且这波剑魔在中 就想要反打了 很奇怪 马老贼 女警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 他又不是个伊泽瑞尔 对不对 这个时候混乱风暴 制造了一面的伤害 牛头在边上 防止你进来就行了 海克尔已经快死了 海克尔这个位置 刷了个大招之后 把龙拿下来 能撤几个撤几个 只撤了一个 刚才主要是他们打龙的时候 被这个维克托的混乱风暴 烫了个满的 而且维克托在这边 开始绝后路了 有兵权撤不掉了 撤不掉了 哇 这个龙相当于白拿 不收益 说实话 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 应该出来先解决这个女警 我觉得应该先打团 先打什么 你看这个位置 先打团 对 我的意思就是先出来打人 他们想的是先把龙打掉 但是问题就是 维克托这个大招 在这里面烫得太爽了 这维克托就算装备不好 你看他把大招烫满 有点过分 这维克托还难了 维克托随手拿掉 又是一条火龙 这场比赛的局势真是千变万化 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波谁会赢 对 你也不知道下一波会发生什么 两条火龙在手 RW现在重新掌握优势 本来刚才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已经崩了 大龙掉如果让三个人左右回去就崩了 但这把你看成绩有大的 确实跑了 他这个剑膜还没死过 除了刚才中文的波有点上头 带着兄弟们送了一波 把他自己给跑了 他带着兄弟们送 自己给跑了 那一波好像是除了他以外都死了 对所以才开的龙 但是斯巴老贼是上一波死的 已经复活了 完美海克斯科技核心 现在维克托也已经两件套了 但是刀妹三件套有春哥 而且现在主要是 AD的装备差距太大了 正面接团的话 这个女警三件套开始 就已经开始有用了 但是小炮现在还在 苦苦的等待着自己的无尽 这是又是实打实的 领先一把无尽 那现在来看 加上两条火龙的加持 正面的伤害能力上 女警就很舒服了 狼行拉住 想打个春哥出来 打到空了 但牛头 但是赵姓跟牛头都赶到 这一波的话 大灭还在 起来第一线开大招 往反向走 再走 只能是给队友争取时间了 牛头在边上截他呀 二连 点燃什么意思 生气 啊 生气 这个剑膜的点燃 没必要吧 是生气啊 生气 你看过那视频没有 这是一集团 一个鳄鱼 闪现点燃一个剑膜 然后剑膜愣了两秒 回头闪现点燃他 然后两个人回头各自回家了 现在女警有点舒服了 只能让刀妹来解决掉他 主要刚才那波剑膜拖了非常长的时间 三条命 然后中路高地台给退掉了 但这波剑膜不在啊 其实RW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有下路二塔 应该是守不住了 女警点他很快 再用刀妹换上路二塔 所以他们这波也没有选择开 上路二塔也换掉了 各种换资源 那换起来以后等一会打团 苏宁这里有点打不过啊 现在小炮的装备差太多了 不过上一波打出一个春歌 还是非常赚的 对 这把真的是狼型 拖着队伍前行 是的 全都是靠这个刀妹 所有的在劣势情况下打赢的东西 基本都是靠这个刀妹 简薄回来继续处理线 两边的话应该会稍作回撤的调整 然后等待着下条大楼刷新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仅存那种上路的外塔 RW是不太会去推的 而对于苏宁来讲 他们也愿意等着小炮的装备再起 再起一起 是的 现在其实就是什么 中路高地塔已经破了 这对于苏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你如果有失误的话 很有可能中路高地就直接搞破 失误大一点一波了 对 因为没躺嘛 失误大一点可能进去就一波了 而久总现在也有中亚了 他第二件没有做鬼书 是直接做了中亚 哦 苏宁老贼这个思路 是打直到暴击流 就是他是要攒个百分百暴击 因为现在两种流派 一种就是这种 另外一种就是第四件补银水剑 或者补水剑 那就是补吸血 我是觉得 他这种没有训练步法的 他带致命节奏的 有个吸血会好一点 容特率太低了 他没吸血 哎 过一过去给到一个被动 但是不敢不敢开啊 这刀妹轻易杀不死的 对的 而且主要是女警啊 他就在所有人身边 你开他刀妹回身一个大招 女警会很危险 夹子震步起来 开始追 维克托在下路担待 加利奥在中路倾线 但加利奥这个距离 是可以大招赶回来的 来看一下 已经跃跃欲试了 维克托出现在线上了 这个位置苏宁知道 维克托是不在的 维克托有踢的 维克托有踢的 是的 2W这里正面还没想接 他只是想拖延时间 利用女警手长的优势 和夹子震 来推掉上了二塔 来了 冰线来了 起压卡在这个路口 现在苏宁要做抉择了 这个二塔 这波不开就要放 狼心去中路了 但这个二塔要放了 这波只要不开 没有 先让打 闪现了 英雄登场下来 击飞就能运住两个人 大招大招 磁马老贼了 但是回身布龙保住了他 一个大招 把狼心击飞 狼心这边被打出了 自己的撑戈甲 对有跟不上呀 家里要嘲讽闪现进去 朝了五个的刀妹 已经在往小炮 这边偷掉了一个布龙之后 安卓在正面开一个秒表 但是这个中亚结束中 应该还是要被收掉 磁马老贼 保护得太好了 没有人走吗 这个时候开了一个大面的剑 我顶在前面 收获DWQ 哎 哎呀呀 烫死了吗 差一下 22点去 闪现EA 再跳收酒桶 酒桶交闪了 狼头开了出来 维托来追你 算了还是先破高地 这波苏宁太强行吗 主要是开个被抓了 没有 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主要是当位上去以后 大得不错 但是没有人跟 这个狭小的路口 一个立场 封掉了所有的人 是的 而且真的 我觉得问题在哪 是家里要大招救兆性了 对 家里要大招跟刀妹进去 这波结果完全不一样 无敌了 对 他是大招救兆性了 导致这波刀妹进去 兄弟们跟不上 小炮这位置想练练 练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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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这现在对面百分软暴击啊 这怎么练啊 去拿土龙吧 这个时候拿了土龙 凉火一土一水 然后大龙要做一下视野 这个土龙可以让女警 一个人去拿了 我觉得 他们现在 想先要等女警回国家 这波回家 应该是两攻速都有了 两攻速补个吸血 两攻速 看补个血吧 刚才本来是想买 飓风 后来取消掉以后 又买了电刀 他买了个875 他不补吸血 不补吸血 就是不吸血 要什么吸血 纯高 高AD和高暴击吗 这个875 最后应该也会变成吸血 他应该是 水刀吧 875还能出啥 羊刀吧 不太可能啊 等会看一下吧 我觉得是水刀 这个875 他只是觉得现在 不关键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水银解的 而且有个布隆在 他比较安全 或者就没钱呗 就有什么补什么 对 他应该不够1300 但有875 打了 你刚才打了 打了很快 羊刀这个装备打得很快 那打了 很快很快 得了 这龙翼让 没了呀 没了 这游戏就不好玩了 龙翼让真的就没了 因为已经两路超级冰浪 他们只需要退第三路 对 但是战路兵线很远 龙翼先带一下去嘛 这时候兄弟们先去带线 找人忙里偷闲 把这个土龙打了 哎呦 这个比较尴尬呀 现在刀位没有冲割 但是剑魔有冲割了 这一波团配合大路妈夫 以及两路超级冰的牵扯 感觉RW很难输 刷老贼被秒 但是从明面上来讲太难了 苏老贼双招 还有个布鲁 而且还有个维托 现在维托已经成长起来了 嗯 有冰杖 有冰拳 有立场 这个 这太黏糊了 究竟莫德梦想没看过 对 这太黏糊了 他就是一个打控制的 但是你要不管他 他伤害还不低 哎呦 哎呦 这一枪暴击啊 小胖没有作战力了 一枪爆头 这真的是爆头了 牛头开着大招 刀妹上来 比双人没有拉到人 牛头要死了呀 一个大招过来 没人给他挡 牛头要死了 这样开课一个大招扫走所有人之后 你应该是要被立场拉回来 回着刀妹进场 一个大招打得不错 狼行这波很尽力 但是在Q到斯巴老贼的空中 被斯巴老贼一枪爆头点死 是的 伤害太高了 伤害已经成长起来了 这确实打到好 这个现在女警还是强 对 女警若只是中期 后期的话 她手长的游戏 就完全可以发挥出来 哎 女警死了 女警死了 但是这个兵已经可以把GP拆掉了 是的 那最终我们 恭喜RW 在季军争夺战先下一程 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第一场比赛 在苏宁Gaming除了狼行以外 其他几个点都有点梦游 出现了几波比较明显的失误 比如说Hacker一上来 下路德加Hacker 非要去跟布隆打一团 导致下路从一上线崩了 然后Hacker在第二波 看了酒桶 非要交闪上去 把自己也送掉了 导致上去前面做不到事情 而且你看啊 其实中路加里奥 你也干不了什么事 对吧 对啊 加里奥这个英雄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 队友有点小崩了 我能去带一波节奏 他是要队友有点优势 最大优势的 锦上天花之选 对的 不能雪中送炭 是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最终苏宁Gaming是输掉了 季军中央战的第一局 而且确实 两边的新人都被欺负得有点惨 是吧 都被欺负 我刚刚叔叔说了 狼行 司马老贼 这两个人抓住对方是新人路的点 打得很好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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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经教官 上路被封号军训 下路被封号军训 其实整场来说 小炮的存在感也不高吧 没什么存在感 没办法 地上落后一把无尽的AD 能有啥存在感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苏宁自己中期那波 在好不容易靠着狼行打回来之后 硬去打那个大龙 也打出了题了 其实他们那波 如果大龙先出来接团 或者别那么招 因为出来接团的话 RW人是不齐的 因为正是那波大龙 让女警度过了自己 最需要装备的那段时间 是的 那波一过 好了 你小炮又没装备 然后女警的装备 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打团的阶段 等于后面仅靠一个狼行 再加上上路高底 上路二塔那波 其实很关键 狼行击军加量没打 对 那这样的话 第一场比赛已经打完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多伦坤说话的第二场加量 好